美术馆为了推动艺文体验 25号邀请了长冰箱 南竹湖社区的居民 来到台东美术馆参观当期的展览 有民众表示 第一次来到美术馆觉得很漂亮 看到这次的展览作品 觉得很新奇 希望之后还有机会 可以再来体验各种不同的艺术作品 美术馆为了推动艺文体验 25号邀请了长冰箱 南竹湖社区的居民 来到台东美术馆参观当期的展览 有许多民众第一次来到美术馆 觉得相当新鲜有趣 很高兴 这次来能够来这个地方 因为展示的是很特别 创业设计都很不一样 以前别的县市我有看过它 它们的塔像都很普普通通 对我们这个塔像也很著名的 比较稀奇 很好 那妈妈都是在家里面 然后做刺绣啊 做编织啊 对不对 而文件站照服务员表示 透过这样的艺文活动 除了打开老人家的视野外 也可以为之后在文件站的创作 增添灵感 我们今天很感谢台东美术馆 邀请我们男主鼓部落的族人 可以来到美术馆这边看艺文活动 主要这一次的特展是以女性为主题 那我们在带我们部落族人 大多数都是长辈 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看了蛮多的作品 然后有些透过植物的方式去呈现 或者是家庭比较常看到的一些布料 然后去呈现一个作品 让他们有一些不同的 看到艺术品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呈现 其实对他们来讲有一个不同的眼界 那未来我们相信我们如果在文件站的话 我们也可以发展出类似的课程 让他们可以再针对女性的部分去思考 或者是未来可以走向男性不同的主题 让用不同的美材 那不同的材质去制作 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作品 然后相信说 透过阿美族的本质里面 他们文化的艺术的底子 然后再透过不同 像这一次来看艺术展的一些 看到他们的想法 然后去做一些思考思想上面的冲击 那相信会有不同的呈现 美术馆也希望 透过推动艺文体验 将艺文活动带进社区 借陈恩如台东市报道